TCP的CNC 接下来我们就来跟各位介绍 TCP的CNC 什么是CNC 就是说整个TCP 因为它要知道说 这个网路的所谓的 未纳量有多少 代表说当它把连线键完之后 它到底可以用多快的速度 或者多大的量 把这个风包丢到这个网路里面去 不会造成这个网路的阻塞 所以整个TCP CNC的idea就是说它必须决定说 网路在这个时候 到底它的caps是多大 这样它才知道说 它可以同时送多少 风包进去的意思 就不希望送太多 把网路撑到所谓的拥塞 如果真的发生了拥挤的话 它要有办法知道说 这个时候网路发生了拥挤 如果知道网路发生拥挤的话 它会自己调试 比如说把自己的速度放慢 所谓的contracted control 就是指这个机制 就是说第一个 怎么知道网路现在发生了拥挤 然后发生了拥挤之后 它的反应是什么 如果没有发生拥挤 它就一直再送 一直再送 多送一点 多送一点的意思了 那我们说因为 TCP的这个整个通讯的机制 都是靠那个acc 都是靠acc来决定所谓的节奏 就是你的acc如果告诉我 都是很正确的 都是很流畅的 我就越送越多 但是如果说我们讲 网路阻塞了 那什么叫网路阻塞 有两种状况 一个就是说你的风暴掉了 一个就是你发生timeout 就是不管哪两种状况 都代表说 网路可能这个时候 没有那么完美了 可能有点阻塞了 好 那我们就开始 所谓的降速的意思 我就速度开始放慢了 也就是说不管是我送快还是送慢 都是靠这个acc 因为acc会告诉我所有的答案 所以我们说这个TCP本身 我们叫做所谓的sap clocking sap clocking 就是说它自我 自我来校正整个clock的速度 那根据这个acc 所以这是比较特别的地方 就是说TCP的连线 到底要送快还是要送慢 其实是根据这个acc回复的 这个里面的内容 来做一个这个判断 好 那我们说TCP的clocking control 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机制 叫做AIMD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方法 这个AIMD是什么呢 它叫做additive increase 那意思就是说 好 我一开始的时候 比如说我不知道网路的状态 那我就慢慢的加速的 所以这个increase就是加速 那我加速的时候呢 是进阶 就是一步一步的加 就加速的时候 有点像是linear 线性加速啦 比如说40加到50 加到60 加到70 就是我慢慢的 这个线性的加 但是呢 一旦让我发现说 网路可能阻塞 包含说刚提到 风包可能掉 那风包掉 你怎么判断 比如说我们出现了 刚刚讲的叫做 这个所谓的 3 duplicate 或者 triple duplicate 就是我收到 重复的ack 连续三次 我就认定这个网路呢 可能真的是已经阻塞了 或者timeout 这个timeout呢 反应代表是说 这个情形更严重 代表是说 这个风包掉 而且可能ack都掉了 所以我才根本 连ack都没收到嘛 我就变成timeout 所以timeout 其实隐含了一个 网路阻塞 更严重的这个状态了 所以呢 我就根据这个 不同的状态 我就说我会加速 那我也会减速 减速呢 就是这个 后面这个 叫做multiplicative 的这个decrease 就是说我是线性的 慢慢的加速 但是碰到阻塞的时候呢 我这个减速啊 我是马上减一半 速度马上减一半 所以AMD的特性就是这样子 那在做这个事情呢 我们首先必须有一个参数 我们叫做conjection window conjection window 就是说相对于 我们讲相对于这个 所谓的flow control flow control flow control本身有一个 叫做advertise window 就是receiver本身 它要让sender送多少量 那conjection window 就是说这个网路 可以让sender送多少量 那conjection window 就是用来限制这个sender 在同一个时间 可以送多少量出去的意思 也就是它控制这个conjection 好 这个conjection window本身呢 就是我们讲 就相对于我们在flow control里面的 advertise window 好 那其实等于说这个sender 要把这个风包丢到网路里面去 它其实受两个控制 一个就是网路的拥挤的程度 一个就是receiver本身 它可以有多少buffer来承接 那这两个都必须考虑 你不能只考虑一个嘛 所以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把这两个 通通放进来 变成说一个connection 这个sender 到底可以送多少量 进到这个网路里面去呢 就要取这个所谓的conjection window 跟advertise window的 所谓的最小值 我们叫minimal failure 就是说 因为这两个都是 控制的这个sender 往网路里面丢进去的 这个整个 所谓的这个速度 或者这个量 所以这两个呢 最小的才是最重要的 比如说flow control 这个server很小 网路其实很大 网路很流畅 你也不能送太快 或者是说 好啦 如果说这个receiver 它有很大的buffer 可以承接sender送的质量 可是网路主塞 你也送不了 所以这两个 conjection window 跟这个advertise window 我们要取最小值 取最小值 来作为这个sender 传送的这个控制 好 我们说 好 那不管怎么样 假设有一个conjection window 那这时候我们 这个传送的rate 我们说 叫transmission rate 它的算法就是说 因为 这个conjection window 其实就代表着说 在一个RTT的这个时间内 因为我们要靠那个ack 我们要等ack回来 那ack回来 通常都是RTT的时间 也就是在这个RTT的时间之内 我们可以传送的量 所以把conjection window 除以RTT 基本上就相当于这个TCP连线 它可以传输的这个 所谓的transmission rate 这个是简单的算法 好 那我们刚提到说 好 那这个时候 我们怎么去算 在某一个时间点 一个TCP的连线 到底有多少量可以送 叫那个window 我们说 首先 因为我们现在控制这个connection 有两个重要的参数 一个是receiver的buffer 我们叫做advertise window 这是receiver告诉sender的 另外一个是conjection window 这是这个TCP的sender 它自己去算出来的 我们后面会跟各位解释 它怎么去算出这个conjection window 好 好 那我们取它的最小值 取最小值 我们叫做maxima window 就是现在window可以 最大就是这样子 好 然后呢 这是maxima window 可是呢 我们可能已经用掉了一些window 就是有一些风包已经丢出去 可是呢 还在等它的ack 就是已经在网络上面跑了 last by send 剪掉last byack 就代表说 这个是已经在外面送的 这些风包的量 好 那我们把这个maxima window 就是最大的这个同时可送的量 剪掉已经送出去的量 那就代表说 那你现在还可以多少量可以送 所以这个effective window 就是指说 你现在还有多少量可以送的意思 好 那我们说 TCP本身在送的时候呢 它就不可以快过 如果网路可以允许它送的 或者呢是 所谓的目的地呢 可以允许它送的 我们说 就是刚刚提到的 因为receiver本身呢 是靠这个东西来做flow control 它希望控制这个sender的流量 不要太快 那网路本身呢 就是靠这个conjection window 来告诉它说 你不要送太多的量进到网路去 以免造成所谓的阻塞 好 好 那我们就说 接下来就是说 好 那这个TCP的sender 它到底怎么来决定 这个conjection window呢 就现在到底有没有拥挤啊 拥挤的程度 到底怎么样 那它怎么知道呢 我们说 在flow control的时候 这个advertise window 是由receiver告诉sender的 就是我们有两个很重要的 一个是flow control 一个是conjection control 那在flow control里面 是由receiver 因为它根据它的buffer的大小 它告诉这个所谓的sender 所以advertise window 是由receiver告知 好 那我们就说 那conjection window呢 没有人告诉它 就在网路上面 网路不会告诉这个sender 说你现在的conjection window 是多少 就没有人告诉sender 这个值 它必须自己找出来 它必须自己找 也就是说TCP的做法就是说 好 它就来开始设定它的conjection window 那它的设定的这个方法 就based on 根据它自己观察 观察这个网路 所以一开始呢 有一个conjection window 一个初始值 这个初始值 通常就是说 好 一个我们叫做mss 就是一个segment 最大的segment的值 有一个初始值 然后呢 它就发现说 这个conjection本身 如果呢 越来越严重 就是说conjection的这个程度 越来越严重 它就开始减这个值的意思 conjection window 就开始减 那如果发现说 这个时候呢 conjection这个程度呢 是下降的 就是网路状态还不错 它就增加了 所以我们刚前面提到 有说 这个方法呢 就叫做AIMD 就是根据这个TCP呢 它去观察这个网路 现在拥挤的状态 如果现在拥挤的状态呢 是轻缓 或者说没有什么拥挤 好 那我就增加 我就增加的意思 我就把那个conjection window 呢 用线性的方式增加 怎么增加 我们等一下介绍 但如果说 它发现说 这个时候网路拥挤的程度 是比较严重 或者越来越严重的话 它就开始把这个conjection window 把它减少 那减少呢 是一次减一半 就增加是 慢慢的线性增加 可是减少呢 是一次就减一半 所以才叫做 所谓的multipricating 就它是 等于说一次除一半 一次除一半的意思 好 那我们就说 接下来就来看说 好 我怎么知道 网路现在有没有拥挤呢 我们刚提到 TCP本身它自己判断 网路没有拥挤 它就往前冲 速度加快 加速 那网路拥挤 它就踩刹车 那问题在于说 我这个TCP连线 我怎么知道 网路现在有没有拥挤 我根据什么判断 我们说很简单 它就根据 一个很简单 就是如果 发生了所谓的 我们介绍 叫做 3 duplicate egg 如果我在传送的过程当中 出现了3 duplicate egg 这个情形的话 我就说 这个代表 我把它解释了 说风包开始掉 所以3 duplicate egg 我就把它解释成 pocket loss 每次如果发生pocket loss 每次如果发生pocket loss 我就把catchesie window 把它变成原来的一半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如果我发生 发现这个风包有loss掉 就是发生了3 duplicate egg 的话 我就把它认定风包是掉了 那我就立刻踩刹车的意思 我就把我原来的catchesie window 就把它除以一半 做法就这样了 好 那我们用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 比较直接的例子来解释 就是我们用 风包量 数量来解释 那事实上 我们说事实上 catchesie window的值 它是用bind的数量 因为我们说 TCP是一个 所谓的bind-oriented protocol 或者叫bind-streamed protocol TCP本身 它给 像我们对方 Receiver 给Sender的那个 Advertise window 我们讲做流量控制 做flow control的那个 Advertise window 它的一个数字 那个数字代表是一个量 一个byte的量 所以事实上 TCP 这个conjunction window 它其实定义的是一个数字 这个数字代表是一个 我们叫number of bytes 就是byte的数量 不过我们这里为了比较 简单来解释 我们就用风包的数量 事实上它不是风包的数量 事实上我们说 conjunction window 它的值是byte的量 不是风包量 不过我们这里为了比较容易解释 我们就用风包量来解释 也就是说 假设一开始 现在呢 conjunction window 是等于16个风包 16 好 那一旦发生这个pocket loss 它就把它减一半 变成8 好 那如果呢 又发生一次 它就变成4 如果再发生一次 就是所谓的3 duplicate x的话就变成2 所以变成每次减一半 16变成8 8变成4 4变成2 2变成1 2变成1 所以有这样子 不过最少就是1 conjunction window 如果小于1 就代表一定不能送了 所以conjunction window 不能小于1 好 那这个我们说 conjunction window 本身最小最小 也要等一个风包 那以tcp的这个所谓的terminology 来看的话 就是一个maxima segment size 一把我们叫mss 就是它的最小值 也要等一个mss的值的意思 好 那我们说减少的时候 是什么减少 那我们来看怎么增加 那增加的时候是这样 就是说 如果网路现在 比如说一开始的时候 现在变得比较流畅的话 一开始可能很顺畅 那我就慢慢加慢慢加 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来看说 那我怎么加 加这个所谓的conjunction window 我们的做法是这样 就是说 好 我们说每一次 这个source 如果可以把一个conjunction window的量 通通把它送完出去 然后也可以收到ac 收到一个ac 就是说 在一个rtt的时间 就上一个rtt 就上一个rtt 那所送过的风包 它的ac都收到的话 就是说 在上一个rtt的时间 我这个风包传送 是很 比如说很流畅的 就是代表说 没有conjunction的意思 代表说 在上一个rtt的时间 我们所有送出去的风包 或者所有送出去的data 都收到了ac 代表说这个网路 现在都没有阻塞 所以我就要加速 加速怎么加 加速怎么加 就是在一个rtt的时间之内 如果你所送的风包 通通成功的收到了ac 我们就把这个conjunction window 就把它加一个风包的大小 一个风包 这个风包的大小就是一个mss 就是最大量的意思 所以就是说 如果网路流畅的时候 没有阻塞的时候 每经过一个rtt的时间 经过一个rtt的时间 代表说 我前面送的风包 都成功的收到ac的话 我就把我的conjunction window 加上一个mss的值 所以我们说加速的时候 是线性加速 就一开始conjunction window 不管是多少 经过一个rtt 我就把它加上一个mss 假设呢 又经过一个rtt的时间 我再加一个mss 这是它的所谓的additive increase 就是我增加的时候 是线性增加 或者简单的讲 就是每一个rtt 加一个风包的大小 每经过一个rtt 加一个风包的大小 好 这个就是简单的讲 就是所谓的aimd里面的additive 这种increase的机制